新內閣的鄭立軍 那他是賺紅錢的家族嗎 他們是一個紅錢世家嗎 公民黨立委徐曉青出手點名 准行政院副院長鄭立軍 授出關鍵新市證 指出子公司東莞房廁的出貨檢驗單 卻掛鄭立軍丈夫持有的母公司居辭工業 甚至子公司東莞出貨對價單的聯繫 卻寫台灣母公司 東莞房廁是不是你們家族的居辭公司 進軍中國大陸賺錢的白手套 台灣居辭的負責人 沈學榮要不要辭職 使出眾伙力監督新內閣 但也被綠營質疑轉移自身焦點 畢竟徐曉青已多日沒接受媒體訪問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在爆料 徐曉青婆家不只可以一屋三代 還能超代四百多萬兩週就撥款 我對於我婆婆的借款 包含是金額等等 我都事先是並不知情的情況 強調真的與他無關 但因為大姑涉詐案 遭告發涉嫌詐欺圖利 被北檢列為他次案被告 當然是很委屈 因為就像我說的 我沒有任何一分錢進到詐騙集團 那到時候如果檢調有需要說明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很清楚的說明 但提告不只有激進黨 政治評論員溫朗東認為 徐曉青透露他的病情隱私到北檢案 將到法庭上對不公堂 TVBS新聞話這次年宣 台北常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